大家好,我是Den Hiona & Thun离开Sai经纪公司 2019年共同与Sai成立的经纪公司Penation签订专属合约的Hiona与Thun 宣布不续约离开Penation了 8月29号Penation官方声明 会长久珍惜与HionaThun快乐的回忆 会继续应援两个人以后的发展 Hiona转发给IG天网后留言,谢谢 Ten在Hiona天文下留言 以后也要自由的帅气的做音乐,做舞台,我爱你 而在前一阵子结起合约到期后 也没有续约离开了Penation 大家都会有各自的立场 但是这样接二连三合约到期后马上离开的话 这公司的形象就会变得很不好 结起也是那样 我觉得都跟Penation的默契很好 没想到都不续约 结起虽然有点意外 但是已经猜到HionaThun会离开了 Sai因为本身自己还在活动 所以感觉会将自己的专辑行程排在最优先 根据媒体报道 8月底将与原所属公司合约到期的IG文出身 目前正与KungYu,KungYu,KungYu,SaiYuanJu,Suji,Namjiu,Chiyu, 等所属的经纪公司协商中 而没有意外的话将会签订專属合约 因为Supes非常多著名演员所属的演员经纪公司 所以粉丝们都很期待KungYu 以后的演员活动 然后就是粉丝们非常期待的以前 Six of the message 虽然目前还没有官方的发表 但是最近前 et的行程增加了很多 也配了一个新的 Enemy 并且与粉丝们交流的时候 也说出了16是Solo出道的内容 所以目前韩国粉丝们都在期待前lot 喔大发 可以说是进入演员竞技公司中最好的公司了 希望以后能在很多好作品看到金明珠 拜托让钱阳出道吧 我们10月一定要见面 iBoot Setuping成员们个人活动 明珠钱阳再出道的话 iG1成员们都发展得很好 所以会很幸福的 Blackpink的兴趣PinkPenot 登上了美国Penot的Hotback22位 并在Penot的Global200排名也登上了一位 美国出外的Penot的Global200排名也登上了一位 创下了Kpop女团的最高纪录 哇太棒了恭喜恭喜 这歌曲确实是很好听 在这么厉害的艺人当中拿下了一位太感动了 米诺你是Shine吧 Kiwi Onyu为了与Isuman拍照叫了米诺 米诺没有看到直接与Exo拍照了 在身后等待一下的Kiwi Onyu 孤单的退场了 啊好可爱 啊是吧这是什么K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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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影看起来太孤单 所以很好笑KiKiKi KiM熊谷的亲戚拜托穷谷的事情 你是六岁来的美国吧 有喜欢的爱豆吗 PTS熊谷超帅KiKi 看着相机打个招呼吧 穷谷有可能会看 因为穷谷也喜欢运动 所以有可能会因为演算法而出现 我真的是粉丝 长得真的好帅 希望能一直是长得帅的样子活动 有点奇怪这是姻缘吗 是穷谷最拿手的KiKiKi 还好是这么简单的请求 小学生们好诚实 姐姐的心也跟你一样 穷谷会一直长得帅的活动的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在我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